字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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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AnsonNNN.L 我今天就会介绍我在英国读的中学Chill Well School 我今天就会铁车去那里 实地介绍给大家看的 介绍在周围的环境和校园里面是怎么样的 一会见吧! 字幕组 好了,那我就来到我读的那间学校 就是Chill Well School Chill Well School的范围都很大 这里都有片大草地 那里有些足球场 小人的足球场 这里就有条马路 是我们平时上学这样,开车会这样 充去那个停车场那里 那搭巴士来学校都很方便 那里就真的很方便 因为这里就是一个 Sky Link Bus的站 就叫Chill Well Olympia 那那边有一个站 就是回去的 那我多数都是搭巴士回家 那平时如果上学搭巴士 的停车场 那都有整三行来过 都拍到很多车的 那因为平时放学时间呢 刚刚那些街上来 自己和我上学 那些学生放了 就差不多拍满了 那过了马路呢 那边就是一片大草地 那这里进去 就是我上学的地方 走到那边 就是学校的Reception 这间就是我们的学校了 Chill Well School 那这里前面就是 我们的学校的Reception 那很多课室都在那里面 那很多课室都在那里面 那不过这里呢 就看到其中一间的课室 就是我们的试藝课室来的 我平时试藝堂在那里面上 那这里就是我校的Reception 那那里呢就是 就是进去我学校里面的 那那学校就有两层啦 就有英文啊 数学的课室都在这两层那里的 那那边都还有很多 小息休息的地方 那上面就是一个 餐厅啦 那就不是说很大的 可以那些人 五线的时候去买东西 另外想说呢 就是其实我校是黏着这个 叫Chill Well Olympia 那就是一个体育馆啦 那就是类似是有一些 呃 呃 羽毛球场啊 網球场那些都可以在里面那里的 可以做运动的 我们有时 上体育堂都会借用去的那些场地 那里呢就是那个 进来的那个停车场那里啦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 我是EAA 就是进去的那个杂来的 是啦 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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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对啦 我平时呢 早上回来呢就会在这里等 那这就是我班主任的课室来的 那那边就 呃 有一个湖的 应该是一个人造湖啦 這個環境很大,那邊也有音樂的課室 不同的課室 那邊都是一些消息的休息地方 那這裏呢,就是那個 在Chill Old School這間學校裡面的湖 是一個應該是人造湖 那也有些 啞巴 就是這樣 有些鴨仔 那這個湖都幾大 那邊有隻天鵝 前面呢,就是Music Vlog 音樂的一個大課室 這裏都是繼續那個湖 那我們的消息地方 包括那邊很大片的地方都是 這裏就是我們Year 8的 休息地方 那我平時都會在這裏這樣 吃東西的 都很大的地方可以玩足啊 站在那裡聊天 那我很多都喜歡在那裡玩足 那前面這個就是一個 電腦室 那其實都 這是CR6 Computer Room 6 還有五個電腦室 一個地方 這邊就是Ear 7的 休息地方 那裏呢,就是上樓梯去不同的課室 下面都有的 而那邊都可以去數學的課室 不同的課室 樓上樓下 這裏就是Chill World的6th Form 就是好像Ear 13、34 就在裏面的 其實我平時上學的流程呢 就是9點搭2 就會上第一課啦 那一天有三課 每課就是100分鐘 那全力有一個小式 和一個Lunch 那總共一個小時的 之後下午三點二放學 那就大概四點就回到家了 那其實很多課都可以的 例如Jogography 數學啊 英文啊 其實全部都可以的 不過我最喜歡就是Technology 和PE 那參觀完我們學校的 裡面是怎樣的 那我現在就會走到後面的 那後面就是 有片大草地啊 有那些 足球的草地 可以踢球 那就不屬於學校範圍 那人人都可以來這裏散步都可以的 那這裏真是很大片草地 可以踢球的 真是超圓 超大 那那邊都有些住宅 現在都有人在踢球 去另外一邊還有超大片的草地 不過真的太大了 拍不完 那我現在就會 在這裏走一下這樣 那前面呢 那這裏就有一個 跳遠的一些沙子 那我上個禮拜呢 體育行就學跳遠 那我就來這裏跳的 那我上個禮拜一呢 體育行就在這玩跳遠 那這裏兩個沙子 那就跑到這裏跳 這樣就跳到沙子裡 那我上次呢 就跳到2.94米的 就應該大概在 這個位左右 這裏 先都試過 體育行就跑步 那就由這裏一直 這樣 繞這個圈 這樣 跑 圍著 那就跑兩個圈 呃 但前個禮拜呢 也都上了一堂體育行 是 推完球 那就是 在這一個範圍 那裏推完球 對 但前個禮拜 我就在這裏推完球 在這個圈那裏 推出去 那不過我的成績 就馬馬好像去到這個位 這裏 是一個貴區來的 那所以那些屋都很漂亮 很大 那一定很貴的 那這些真是漂亮的 好新好漂亮 好大 好綺麗 如果我住在這裏的話 我就可以 沒什麼做 又可以下來 有空可以下來 推一下圓球 去那個橋縣 踢足球 跑啊 跑啊 做運動 那樣的 真是很棒 但就很貴 這裏的屋 這裏真是那個住宅區 所以屋都很漂亮 很新 真是超級舒服 一大片的住宅區 好 那我就已經介紹完Chill Health School了 好 那我就想分享一些我平時在這裏上學的心得 那其實我認為 英國讀書呢 是開心一點啦 也是沒那麼多壓力的 因為真的沒什麼功課 可能一個星期都是一兩份 而且每一份都是由一個星期 只有兩個星期才交的 那所以都是沒什麼壓力啦 而且這裏是沒有書本要戴的 就算呢 最多都是戴筆記 而很多筆記都是老師收藏 那所以其實基本上只是戴一本手冊 呃 計數機 筆袋 水 還有你自己戴我的飯 不善的就行了 好啦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裏 那就記得LIKE Subscribe Share 那今集先講到這裏啦 拜拜 好啦 好啦 imagined